大家好,这里是穷奢吉云,一个离不开心的频道 2021年,全球除了面对温室效应带来的极端气候危机外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浮现在我们眼前,也就是水危机 根据外媒BBC报道,世界资源研究所先前事情 全球约26亿人活在高度缺水国家,其中17亿人处于极度缺水状态 但是,以色列这座中东国家虽然平均降雨量低于435毫米 但近5年来却没有发生水资源匮乏危机 更靠着海水氮化技术稳定国内发展 2020年,人均GDP成长到了全球第21名 水技术出口产值一年就高达22亿美元 配合超高污水回收率与滴冠技术,变身为全球第二大花卉出产国 因此,今天要为各位介绍的便是这个沙漠奇迹之国,以色列 一个国家要能稳定发展,除了后天的努力外 先天的资源环境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中东地区几乎每个国家都面临缺水问题 尽管有几条大河流进中东 但随大规模战争减少,人口稳定后 据地理位置优势的地区从上游就开始拦截河水 造就了水资源的稀缺 因此,以色列立国首位总理本古里安 一开始就定调水具有高度战略意义 并动用全国之力打造国家水运输工程 透过一条延伸沙漠深处的水管 让沙漠上开垦的农民们不用全看天吃饭 深知在这个只有约旦河和加利利湖的国家 能掌握水才能掌握未来 但事实上,水运输工程不过是将水运到荒漠地区而已 以色列的天然水资源每年只能供给全国用量一半 所以大约在60多年前 一名以色列科学家萨尔卿喊出了他的愿景 以海水造水是以色列的未来 但在当时其实没有人看好这项计划 不过如同每一次科技创新 总是要有一些富有想象力的人努力不懈 才有可能真的改变世界 虽然看似痴人说梦 但最后萨尔卿仍成功争取到政府经费 创建IDE水科技公司 并着手研发海水氮化技术 在2000年后 以色列终于获得甜美果实 从2005年至2016年 以色列在地中海沿岸陆续兼建完五座大型的海水氮化厂 如今以色列排名第一的IDE水科技公司 在全世界40多国 兴建400多座海水氮化厂 掌握MED低温多效蒸柳 SWRO海水反渗透 工业废热蒸柳 MVC机械蒸汽压缩蒸柳等 多种海水氮化方式 拥有绝佳技术 目前以国最大的三座海水氮化厂 皆由IDE水科技掌管 其中2001年开始兴建 并于2013年10月营运的索克瑞厂 是全世界最大也最现代化的海淡厂 汪这座厂区 日产水量就够达62.4万吨 每年可以供150万人饮用水 只要一个小时 就能将地中海的咸水化作为饮用水 配合其他海水氮化厂 以色列总用水量 现在有50%以上都靠海水氮化提供了 在家用水部分 更是高达80%都靠海水氮化 除了以国本身 美国加州卡尔斯巴德海淡厂 中国、印度等地 最大的海淡厂 都是由IDE水科技所盖 其技术到底有多先进呢 对比一下IDE水科技 在以色列的另外一座海淡厂 海德拉与澳洲雪梨的海水氮化厂 澳洲海淡厂除了量比海德拉少外 光剑厂成本就高出海德拉海淡厂的四倍之多 若以目前最先进的索瑞克厂来算 海淡每度水的成本 已降到0.42美元左右 极低的海淡成本也让以色列水技术出口 具有压倒性的优势 根据资料统计 2016年 以色列靠出口海淡水技术产值就高达22亿美元 再来 以色列的漏水率只有9% 而污水回收率高达93% 堪称全球之冠 93%污水回收配上自身研发的滴灌技术 将每滴水直接注入植物根部 更让以色列成为欧洲冬天的菜园与果园 若将以色列农作物、蔬果、花卉与出产加种 2019年出口值已经突破20亿美元 靠着滴灌技术 以色列的沙漠地带逐渐转为绿洲 变身水果、花卉、农牧产品的出口大国 将水资源彻底发挥 成为全球第二大花卉出产国 而且以色列对水技术的愿景仍未停下脚步 2020年 IDE水科技与以国政府在此签约 将为以色列打造一座更大的海淡厂 索瑞克B厂 采用IDE专利高效除棚技术 与深水盐水处理系统等 结合原本的索瑞克海淡厂产能 预计未来可以为以色列供水3.5亿吨 协助以色列政府达到2025年海水淡化总量年产11亿吨的目标 进一步稳定水资源的供给量 好了 这集的穷涉就到这里 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在下面留言 聊聊你们的想法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订阅、赞好和分享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